由中国教育论坛主办美国亚洲文化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教育论坛第三届年会 今天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落幕 近200位来自中美的知名学者教育实践者学生们 就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教育改革进行探讨与交流 在四大主题讲座上来自中美知名高校教育集团的专家们 从多方面介绍分析了中国现在的教育形势与改革趋势 人大副中周建华副校长在演讲中介绍了该校的高校课堂与教学理念 也有演讲嘉宾提到了中国梦将带来的发展机会 中国那里有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广大舞台 希望大家在美国学到东西学到真本事回到祖国大舞台去展现 不过也有教授指出虽然有上海等高等教育表现良好的城市 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教育仍需要改革 在这一点上学习了美国先进经验 并有志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留学生将会促进中国的发展 年会上的青年时间项目比赛更是给了教育思考者们一个展示思想的平台 针对中国性教育公益在线自习室等项目 实践者们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热点与对教育改革的决心 中国教育论坛是哈佛教育学院官方认定并指导的学生组织 旨在为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而年会的举办更是为这些年轻的思考者和实践者们提供一个与各界人士沟通的渠道 美国中文电视 主播出的记者 业翰报道